花了200块钱做了这个吊顶 详细的制作教程我放在了视频最后 希望对你有帮助 自改露营车 我的整个车的内部 现在大体基本上已经完成 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好的东西 我现在转这个座椅是 很好的好用 这个座椅也非常的小巧 非常适合改这种床车露营车之类的 这个座椅质量非常的好 并且也不贵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这个型号 以后自己想改的时候 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原装座椅的话 它的质量比很多后期改的那种 所谓的防车注意 质量和安全性更高 旋转和前后滑都很顺滑 都比较好 我这个柜子的话 非常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柜子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 我自认为很帅的一个柜子 它的功能性和实用性非常的强 像我这个门的话打开以后 它是可以和里面储物的水平 然后它就是起到了一个拓展版的作用 当然这个logo的话 是装必用 我的这个座椅它滑过来以后 它正好和我这个柜子就形成了一个操作空间 像平时泡泡茶 做做饭 然后如果说以后我放咖啡机在这里的话 也可以卖卖咖啡 有觉得我这个方案可行的 可以借鉴一下 大家可能看惯了很多博主的那些吊柜 那些什么柜子 可能看我这个觉得有点奇怪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和演示一下 我这个是定做的四块冻冻板 铁皮的 它重量很轻 因为这上面的话我也不可能放很重的东西 所以说尽量轻量化吧 我这个原车拆掉那个类似板以后 它就有好几个这种洞 我也没有选择把它封掉 然后我是直接保留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这个保温怎么弄呢 其实我这个想的是我这里面全部放纸巾 放那些有时候那些衣服 那些东西其实放在里面以后 它也是一个保温的效果 我这个全部收起来以后的话 它一点也不占空间 就整个也很稳 算是把空间利用到极致吧 床的话我下面做了一个小台阶 因为床我做的比较高 那我一米七的身高 睡的话是正好的 中午睡睡午觉还可以 我的车顶整个我都预留好这些孔位 以后可以用纳毛螺母 加那个吊环 以后我这个顶是可以无限拓展 挂很多东西 包括衣服啊 很多那种小东西啊 灯啊都可以挂 东东板也可以挂很多东西 下面的话 我就是简单的做了一个地柜 我的电池是放在下面的 这个地柜的话 平时也可以坐呀 还有是临时的休息呀 躺一下呀都可以 就像一个小沙发一样 还有平时要放东西也可以放 就是风能比较多吧 这个小台阶 我是设计的一个小的鞋柜 到时候这里会做一个上方板 像我的鞋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大概就是这样 整个布局的话 现在窗帘还没有装 然后后窗那里还没有处理 还有前面的主驾驶 地板还没有做 还有下期的话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水路和我的电路 是怎么设计安排的 后面的视频 就是详细的一个 吊顶的一个制作过程 这个龙骨直接刷黑漆 顶面的这个隔音 我是直接用的 之前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吸音板 还有隔音棉 加上这个卡条 这是自己定做的 这就是普通的铁的那种方管 然后我刷的黑色的漆 我是用那个直接刷的漆 大家最好是直接用 那种自喷漆来喷好一点 大家可能看惯了 那个桑拿板吊顶 可能还不怎么习惯 我这个风格 我总觉得全网改车 好像每个人都是上老板吊顶 我觉得大家都搞一样 有什么意思啊 并且我劝大家 像这种顶上 尽量少用那个木料 那个木板很重的 还有那个安全性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理想 所以大家关注我 绝对不吃亏 不上当 给你们一个全新的思路 我这个暂时 我把它理解成战术风